正修科大与知名烘焙业者合作 举办第四届全国创意烘焙大赛 来自全国各大专高中职 共17所学校22个科系的选手同场竞技 今年食材有选用马告、洛神花、柠檬等 在地的农特产为原料 业者也鼓励学生除了讲究健康 口味上也要创新求变 那我们在我们高市学生 有四个非常重要的 你在选择任何的食材里边 第一一定要有健康 然后一定要做出来的东西要好吃 然后要有美感 然后要有创意 所以我们对于土地里边 沿途的管理里边非常重要 我们把这个信息 把这个我们想要的也告诉到学生 就是想想看在地的食材有什么 但是就想说那就往山里的看看 然后就准备的食材是用原住民的珊瑚椒 就是马告跟刺葱 还有自制的青酱用九层塔下去打的青酱 然后来做面包 那我们办这个主要目的呢 是提供一个 我们给大专生跟高职生 对于这个烘焙有兴趣的同学 提供一个做一个技术交流 跟发挥创意的一个竞赛平台 那今年一共有33队报名 那来自于17个学校 那在经过节赛以后 今天有20队入围 请来的评审阵容都是业界的烘焙主厨 透过比赛 学生可以了解业界对品质的标准 也看到各校在烘焙技术上的创新 表现杰出者还有机会上架销售 参赛学生在校期间 就接触烘焙多元且创新的概念 透过西点面包 同时推广台湾各地的农特产品 人今卫视五庸曲高雄采访报道